一名66岁老妇昨天早上如常进入双溪急流非法巴作业 结果与一名外劳被森林局官员逮捕 当地农民窒息后竟然号召人马以货卡当路 不让执法人员将老妇载走 最终警方应允老妇注查后才可以获保释 众人才和平解散 森林局官员与彭亨执法组在早上8点多 在警方的护送下 告双溪急流沙河南阳山执法 并撬开一段合法巴的铁门 以通往半山以上范围的非法巴 行动党劳务区国会议员周宇辉 以及抢救猫山王联盟主席郑义清 在获知老妇被捕后 号召农民到沙河路口 现场大约有近30辆货卡堵着出口 警车因此无法使出 双方一直将时到下午4点多都没有退让 随后劳务警区主任沙利尔警监抵达现场 随行的还包括镇报队以及普通行动部队警员 目测大约有近百人 沙利尔指出 农民的司法已经败诉 警方是依法行事 凡是被发现在森林保留区的人士都被视为私闯 必须开档调查